12月22号,2018年全国术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正式开始,为了给广大考生提供便利,由我校教务处、团委、学工处联合宜春契运,首次为考研同学提供免费的专车送考服务,早上七点整,八辆爱心送考专车已全部抵达主教楼前,整装待发。 我校荣媒体中心也发起了考研爱心早餐公益活动,志愿者们为每位考研学子准备了一杯温热的米浆,一个美味的面包,给寒冷的冬天增添了些许温暖。 我校青年志愿者协会则为送考专车贴上标识,并准备了文具和语衣,为考生提供应急服务。 今年我们考研人数达到了一千多,然后由于这个八中离咱们是有点远的,所以这边就决定出那个团团爱心送考车,送咱们的同学们去那边考研。 一个是也方便大家这个安全问题能解决,再一个就是也更好吧,同学管理的话时间啊什么都更好。 其实这次考研呢有很多我认识的学生学姐,我希望他们的话一路顺风,金榜其名,请我吃饭。 我感到特别的温暖,因为学校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上面还能给予我们这些考试很一定的帮助,就是在这条路上也算是就是有个比较希望有比较好的结局。 因为每个考试在每个上场之前都一定是那个情况,如果能看到去学校可以自己这么大的帮助,整个训练都会比较平均。 早上七点半,在大家的祝福和加油声中,爱心送考专车满载着希望,开启了追逐梦想的旅程。 据了解,今年我校考研人数与往年相比再创新高,有超过一千两百名学生报考。